为了赵美颜的锦绣前程,宋雨琪甘愿做出了牺牲 2022年4月即将搜罗的赵美颜公开了个人专辑中的收录曲 而其中有一首叫振宇的歌,被她命名为了特别礼物 因为这首歌是宋雨琪亲手写就并送给她的 当时赵美颜正在焦急地准备solo出道的事,很想要队友来帮帮她 可惜大家都太忙了,但令人动容的是,尽管宋雨琪也忙 但为了让赵美颜能够顺利solo,她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振宇 这首歌是她亲自作曲作曲的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然而就在这时赵美颜提出,她想尝试下自己作词 也是宋雨琪二话不说又砍掉了自己作的词,把机会让给了赵美颜 除此之外,他们的组合爱豆还出过一首叫Reset的歌 但这首歌原名叫My Song,使宋雨琪打算送给赵美颜的主打曲 只是组合临时缺歌,这首歌便被挪去给了组合 最关键的是Reset并不是赵美颜要求的 而是宋雨琪主动以赵美颜为灵感写出来的 但以宋雨琪的咖味以及知名度,她大可不必如此 早年爱豆刚出道时,就是宋雨琪靠一头羊毛卷火速出圈 后来的她靠着不输韩国本土人的流利韩语以及综艺感 再次让大家了解了他们团 以至于早期很多人提起爱豆时都将其称为宋雨琪的那个团 如此高的人气已让宋雨琪成了中寒两地的大头 但她不仅没有骄傲,而且还利用人气反哺团 比如队友赵美颜即将松楼时,宋雨琪多次安利 比如她在内渔混得风生水起时,却在想争取将组合带过来活动 比如她明明在国内拥有那么多机会 却肯为了组合行程回到对她并不好的韩语 再对组合这一块,宋雨琪真的无愧于心 没经历过宋雨琪在七十米高空要索的磨难 就没资格嫉妒她为什么是爱豆的人气王 这个镜头出自宋雨琪二零一九年参加的一档综艺 当时她的韩国公司为了扩大组合的知名度 将宋雨琪派往了内渔发展 为了打响组合的名号,宋雨琪对待每个任务都是拼尽全力 只为让观众记住 然而这一次节目组让她爬上七十米的高楼 然后完成空中飞跃所到 看着高耸入云的大楼,宋雨琪发出了 但一想到任务,她还是哆嗦着爬上了楼 现在雨琪已经开始向七十米的高楼发起冲击 看上面 加油 雨琪完成了七十米的高空爬楼,已经到达楼顶 然而爬完七十米高楼后,任务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紧随其后的就是高空锁道滑行 整个过程中宋雨琪还爬到了极点 但为了组合她不仅撑了下去 事后还笑着装作没事 而这股拼劲就是她能成为top的理由 在所有在韩务功的中国爱豆里 宋雨琪一直是拼命三娘的代名词 练习生时期他经常中韩两边跑 一边练习声乐舞蹈,一边做化学题,一边学习韩语 所以不止一次有韩国人夸她的韩语 我看着每次都很骄傲,但是我看着每次都很骄傲 我看着每次都很骄傲 对 中韩活动时期,宋雨琪因为过于密集的形成 导致压力性水肿 没少招致嘲讽 但下一次回归时她瘦成了两条筷子腿 还有一个普通的Wave动作 她也做得比其他成员丝滑 总有人问宋雨琪不是团里最漂亮的 可为什么能成为最火的 因为审美是主观的 但努力与实力却是客观的 李承锦用一句调侃就道出了宋雨琪遭受的委屈与磨难 这一幕发生在2021年的跑南 当天节目组弄了个画图猜人的环节 嘉宾们要通过铁板上的画像找到对应的工作人员 最后由工作人员揭晓自己的职位 但在揭晓环节中 前几位工作人员都大方的介绍了自己 唯独最后一位迟迟不敢开口 还说自己怕挨揍 因为她是一名剪辑师 卑鄙宋雨琪泥潭大战的环节就出自她之手 听到这话的宋雨琪大方的笑致表示 剪得很好 很感谢剪辑师 结果听到这话的李承立马开玩笑说 宋雨琪是咬着后槽牙说的 他没有恶意 他只是清楚 宋雨琪因为这个泥潭大战受了多少委屈 当时宋雨琪在跟baby对战时 为了赢得胜利 拿起枕头挥向了baby这位前辈 尽管宋雨琪的出发点是在认真做任务 baby事后也解释称 大家没啥误会都很开心 但因为内娱的综艺环境不够友好 外加剪辑师营造的氛围比较剑拔弩张 导致这件事持续发酵 翻阅各个平台无一不是在批判 宋雨琪不尊重前辈 而李承开玩笑说 宋雨琪对剪辑师说话时咬着后槽牙 从另一种角度而言 这也是代表圈内人都承认宋雨琪被这事波及了 再看看韩瑜 宋雨琪为了综艺效果敢对前辈顶嘴 敢把男嘉宾的衣服扔在地上 那边的观众看到这些都是在夸他幽默搞笑大胆 没人会责备他 这悬殊的待遇谁能不心疼宋雨琪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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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